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还没有开盘就先暴跌了 纳斯达克指数率先破位 在持续横盘整理之后,直接跳空杀跌 这样的破位走势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具体要怎么看待纳斯达克指数的破位下跌 还有三大指数又有什么特点 是不是接下来要面对比较剧烈的调整了呢 除此之外,美元指数击穿了90大关 美元疲弱终将导致资本流出 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毫无价值的狗狗币也就算了 新上线的柴犬币也跟风暴炒 在马斯克的日常当中,屎币狗狗币吞了热门 负面舆情却层出不穷 我昨天继续减仓了特斯拉 同时,今天还获利了结一只股票 今天的节目马上开始了 还没订阅的观众,请在右下角红色按钮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先说说大盘 今天开盘前一顿重锤 开盘后跳空低开,直接破位 破了什么位?有没有很严重啊? 我们三个指数分别展开来讲一讲吧 纳斯达克指数开盘后低开高走 开盘价几乎是全天最低价 开盘价跳空低开之后 直接在红色半连线下方 如果今天是低开低走 那必然会构成大盘头部 那重大股灾就要来临了 但是大盘神奇的止跌了 低开高走,收出了一根阳线 而且还回到了半年线之上 针对半年线的破位 今天没有成功 半年线是本轮牛市以来最重要的支撑线 从去年的5月站上半年线之后呢 一年以来纳斯达克指数都维持在半年线以上 半年线又称为牛熊分界岭 是长期趋势最重要的一条均线 今天纳指跳空低开,直接破掉半年线 是一年里面的第一次哦 即使最后收了阳线,也收复了半年线 但仍然说明这个是空头第一次 针对长期趋势做的一个定点冲击 纳斯达克指数仍然不能够排除再次破位 形成重大头部形态的可能 未来几天要特别的关注半年线的得失 标普500指数日内跌破平台整理 并且击穿30日均线 收盘的时候全部收复失地 这究竟是假摔还是真卧倒呢 其实不必管今天标普跳空下跌后 形成的这一根K线图 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 你只看它这高位跳空缺口呀 就说明上涨告一段落了 另外道琼斯指数也显示出高位压力 星期一形成墓碑线 星期二跳空低开 低开低走收了阴线 总体道指短线上升趋势 戛然而止 如果说上周道指看涨 纳指看平的话 那这周可能是三大指数全面转弱了 大盘正在破位的边缘啊 而大盘涨不动 可能是和美元一直弱势有关 今天美元指数一度击穿90点整数关口 美元指数不是指华人时常惦记的那个人民币美元汇率 而是一个综合指标 美元指数反映的是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变化情况 是由六个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计算得来的 这六大非美元货币当中欧元占比超过57% 其次是日元英镑加币等等 所以说美元指数一直在跌 那反过来欧元日元英镑的走势 那基本上都是上升的 加币对美元也是在涨 所以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是一直在下跌 在美元指数90大关附近出现击穿90点的状况有好几次了 这说明美元非常疲软 原因就是零利率量化宽松还有财政刺激 这些多印出来的钱增加了美元的供应 使得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持续贬值 从股市的角度美元持续贬值 那么持有美元以及美元计价的美股 就无形当中在天天贬值了 国际资本会倾向于把美股变卖 美元换成非美元的货币 去投资那些和美元对立的货币和商品 从全球范围来看 黄金加密货币 非美元的股票以及大宗商品 都会受益于美元资本外流的好处 但是话说回来 美元下跌也不会是没有底的 美元指数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 最低70点最高121点范围内就这样在波动 那目前的90点是低于中间值的 美元一旦加息 它就会立即见地回升 到时离开美元的资本 又会回来追逐利息差 从而资金回流美国 最近的大宗商品暴涨 其实和美元的持续下跌也是有关系的 在伦敦 芝加哥 纽约等国际期货交易所 金属 农产品 工业品都以美元来计价 大宗商品上涨 美元下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你看商品暴涨 引发通涨担忧 加息预期 从而科技股暴跌了 这个逻辑是2月份以来 纳斯达克指数一直起不来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最近大宗商品火爆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关注一下 就会发现大宗商品经常涨停 而且涨个不停 期货有巨大的杠杆 保证金交易 假设你用5倍的杠杆 20%的保证金参与期货 而期货一天涨5%的话 那就相当于本金涨的25%啊 只要期货涨20% 本金就翻一倍 更厉害的是 很多国外期货平台 杠杆能够达到几十倍啊 再叠加暴涨 那期货多头赚钱是非常迅速的 原油涨了 基本金属涨了 农产品也涨很多啊 美联储说通胀可控 投资者一点也不信 去年跌成了负油价 倒贴前没地方存放的原油 一年下来涨疯了 光汽油就涨了几十个百分点 你说通胀不到2% 不需要加息 这可能是强行不加息而已 毕竟这和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背离了 美联储什么时候转为鹰派 开始收紧银根 加息周期开启 这些潜在因素都成为美股投资者近期最重点的博弈对象 而科技股为什么和加息紧密相关呢 这就要谈到估值和贴线率之间的关系 一个公司上市交易那就有了市值 你看一个苹果是2万亿美元的市值 那表示把苹果未来年份的利润全部算成是现在的价值是多少 这个在经济学上叫做贴线 说个好理解的吧 有这么一个人才从大学毕业到退休总共能够工作40年吧 假设一年他能赚10万 40年如果是不涨工资的话呢 那撑死的也就赚400万 那么如果你买断这个人才为你服务 你愿意付出多少钱呢 一般来说我们要把400万的未来收入用一个利息率来折算成今天的钱 这个时候利率就非常关键了 如果利率超级低的话 那我们可能可以按300万来买断这个人才 如果利率超级的高 那么这个人才现在的市值只要100万就可以把它买断了 利率再把未来的钱算成现在的价值这个方面啊 时间越长发挥越大的变量 科技股未来的利润高增长也高 那么一点点利率的变动就足以引起估值的重购 所以科技股对加息非常敏感 加上这一年多以来拼命低利率印钱 科技股按低利率估值是非常高的 一旦加息就是对估值的巨大打击了 所以一听说要加息 甚至一看到原油大豆涨价 科技股就先跌为进 这很明显就是利率与估值的逻辑造成的 但是历史上的加息周期 美股表现还是稳中有升为主的 真正加息了 反而就不那么可怕了 不过我还是进一步获利了结了一部分特斯拉 特斯拉中国4月份批发销量是25845辆 与3月份环比下降27.2% 数据不是很好看 开盘后特斯拉就跌破600 结合最近特斯拉消息面上面的各种负面舆情 以及马斯克热衷于虚拟币的炒作 接下来我就对特斯拉做了减仓处理 首先负面新闻很多 无论是刹车失灵车撞墙上 还是中国副总裁陶林要对消费者进行教育 这样的一些言论都让人观感不是太好 车马是大件的消费品 还涉及到交通安全 引人关注是很正常的 车企难免时不时的要应对消费者的纠纷 还有招轨汽车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这没什么 但是福特推出了F150闪电 5月19日即将发布 F150这款本来就是个非常受消费者欢迎的truck 现在来个皮卡纯电动版 哇这厉害了 这个车在停电的时候 它还能给家庭供电 老牌车企转型电动车 这不是个案了 电动汽车接下来也不是特斯拉一家独大的市场了 特斯拉的估值水平远高于汽车股票 向科技股靠拢 特斯拉投入了15亿美元投资比特币 从那一天开始 阳光财经就时不时的在节目里面提示风险 投机比特币赚钱虽然是快 肾上限速飙升 特别过瘾 但这些虚拟币到底是以后要去火星上使用呢 还是星际之间交易媒介 哎呀我感觉都不像一辆车制造出来 卖出去服务好客户来得实在啊 股票投资者看重的是你提高这个季度业绩的能力啊 这就好比你家老公上班不好好上 跑去赌一把 回到家里说 哇我今天赚了两三万 上班才赚几百块钱 你正要骂他 他说这叠筹码以后上火星可以买菜呢 现在就是这样的 关键是马斯克这家伙最近更离谱了 吹比特币还算是虚拟币龙头吧 吹狗狗币山寨也就算了 刚上线的柴犬币也吹柴犬币又叫做屎币 和狗狗币一样找一只柴犬来又是一种新的币了 阳光财经刚刚安装了一个狗狗币钱包 安装了好几天啊 终于更新完毕 占硬盘快一百个G了 还没开始挖宽了 又冒出了一个柴犬币 哇塞 年轻人太会玩了 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能够炒翻天 狗狗币一个五毛算是很便宜了 结果这个屎币呢更便宜 一美元可以买三万个 为什么有五万美元一个的比特币 也有一美元三万个的屎币呢 这说明币的供给理论上是无限的 同时币圈里散户思维非常严重 光买便宜的低价的 他们觉得随便买几百块钱 等一个币涨到一分钱那就撞翻了 马斯克为什么要带货这些虚拟币呢 我自己揣夺呀 他可能是非常享受这种 一个推特就能够影响全球的快感吧 有钱人的世界就是特么刺激 也特么枯燥 我们投资的时间长了 都知道加密货币供应是接近无限的 比特币有限 对 但是他们会推出别的币 像这个狗币呀柴犬币呀 就是增量供应 所以加密货币的总供给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的 那么它要涨 只有不断的忽悠心的资金来投入 一旦资金不再流入 包括前面提到的美元加息周期 引导资金从加密货币上流出之后呢 加密货币会不会崩盘 那就非常难说了哦 到时候百万人千万人因为马斯克带货的虚拟币崩盘 而血本无归 特斯拉的粉丝会不会秒变黑粉呢 这实在是投资特斯拉股票不得不防的一只黑天鹅呀 出于这个思考 我这边再次减仓 剩下30股 在持仓比例上已经不痛不痒了 如果未来特斯拉的技术形态转为上升趋势 再买回来也没有关系啊 同时 道琼斯指数短线涨幅过大 所以我对2月必买三只股的Honeyware也做了获利了结 现在账面上简明了一些了 最后提到ARK基金 由于分散投资了很多创新型成长型的公司 虽然今年以来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了 净值大回撤 但是股票总体还是分散的 它的下跌呢 是加息预期下对科技股杀估值 对前期涨幅过大股票的大回途造成的 随着净值的大幅回撤 风险也逐渐的释放 并没有那么可怕 基金本来就是一篮子的股票 在牛的基金经理也有回撤的时候啊 ARK成长股本来就是波动比较大的股票 我们即使是自己选成长股 也会大起大落的 对于ARK系列基金 我仍然觉得是可以逢低买入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